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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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个水产极为丰富的国家 但是千百年来 编织渔网一直是依靠手工操作 为了发展我国的渔业生产 浙江省温州市机械设计研究所 和温州渔业机械厂 共同设计试制成功的电动织网机 这种电动织网机每转动一下 就可以打一百二十一个网机 根据试车测定 一台机器可以顶四十个人的手工劳动 雨伞也是我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 福建省福州散场的职工们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 不断坚持技术革新 逐渐实现了生产半机械化和机械化 现在全场已有十九道工序 改成了机器生产 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厂的职工们 以对消费者负责的精神 坚持好自当头 严格检查产品质量 经过试验 雨伞收撑三万多次不损坏 在摄氏55度的高温下 照六个小时不变形 经受四小时的七级强风不散架 在240毫米的倾盆大雨中 六个小时不破裂 福州散场坚持质量第一 使雨伞的质量和外观 都达到了规定的要求 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是一所教育和劳动 相结合的新型大学 学生们一边学习专业理论 一边进行生产劳动 从1958年建校以来 全校师生发扬自力耕生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开辟了农场 牧场 果园 六年来 这个学校为国家创造了 大量的物质财富 培养能文能武的大专毕业生 790多名 为了适应形式需要 学校还培养了 7100多名中专毕业生 和具有初级农业技术水平的 毕业生5400多人 6月3日 首都各界一万五千人 隆重集会 热烈欢迎在第28届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为祖国争得荣誉的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张天民 在会上赞扬小将们 在世界锦标赛中 充分表现了伟大的 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和英勇气概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团长荣高棠 运动员代表 庄泽洞 林慧清讲话 一致感谢首都人民 对他们的祝贺 场上一万五千人 热烈地祝贺他们 在政治上 思想上 技术上 获得全面的丰收 山西省文喜县 全国著名的直棉模范吴迪昌 是东镇公社苏阳大队的大队长 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 敢于创造和革新的人 他在棉花生产上 进行了许多科学研究工作 他创造的棉花芽苗移栽法 是解决棉田 缺苗断拢的好办法 中共华北局第一次 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嘉 来访问吴迪昌 吴迪昌介绍了他创造的芽苗移栽法 吴迪昌的这一先进经验是1959年创造成功的 经过几年在全国许多省市推广之后 对促进棉花增产起了极大的作用 江苏省吴昌望庭公社 举办了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实习班 专门研究和学习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的高产经验 陈永康水稻栽培技术的高产经验 丰富了我国水稻栽培技术的理论 他创造的泥浆落骨法 种子撒得稀撒得云 可以保证央苗整齐茁壮 是一项重要的先进技术 学员们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结合生产学习陈永康的高产经验 继承他的水稻栽培技术